接下来这个宿舍 是目前入住人数最多的宿舍 这就是1002宿舍 接下来念到名字的学员 请移步到台前 上元一响 请出列 邵明明 请出列 高清晨 请出列 尹浩宇 请出列 刘宇 请出列 薛八一 请出列 李洛尔 请出列 荣耀 请出列 张张 请出列 哇 这么四十人好多 那么多 这么多 这么多 我们像个大集体一样 经过第一次顺位发布之后 我们其实还是这么多人 人气很旺 欢迎来到1002宿舍 嗨 三舍 欢迎来到我的职场 我们非常地欢迎你 我非常地欢迎你 谢谢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很受欢迎你 就因为我们人品也很好 大家都想来跟我们住在一起 刘宇 我的宝贝 是我们我那队长在1002 对 我不是队 我是宝洁 宝洁 1002是一个小家 我们在小家里面各似气质 比如小宇是很注重细节的人 很好的队长 然后张张愿意倾听我们明明 愿意活跃 愿意逗大的开心 我们所有人都很合得来啊 以后再也不会有机会 跟这群人一起住在一起了 就每天你到我的床上 我到你的床上一起 讲一些以前的故事啊 讲一些什么八卦什么的 再也不会了 那李洛尔 Patrick 还有荣耀 是三个新搬进来的 你们是为什么会选择 搬进这个宿舍 因为我 我有时候我很想我的 爸爸妈妈 我们在这里 我们不能打电话跟他们 所以 我有小九 他是我的 哥哥 他是everything 我很开心 因为1002他们欢迎我 谢谢你们 他的中文太好了 现在 1002宿舍 全是我首秀天下组的队友 然后我进入了1002 回到了自己的家 其实对我来说 二创他们 就是在跟我合作期间 让我感受到了 久违的温暖吧 就感觉他们对我意义很重 第二次说完发布会走掉的话 我最不舍的是高清晨 小九是真的那种很有亲和力 照顾别人感受 有那么一点点傻 傻得让人心疼 包括刘宇 我借我医工的时候他迷茫 跟他说我的疑惑 还有不开心 然后刘宇哥也跟我一一解答 在营里在这一个特殊的时间 然后他对我付出的真心 这个就是使我感动的点 那刘宇作为上一赛段的第一名 你想先听哪个设有的成绩 我 你们谁想给我一个眼神 我就知道 自己的 自己的 你的 自己的 别看我 那就我自己吧 他们都不行 我吧 好 刘宇 你的成绩我们将稍后公布 请一步抬测 谢谢 来了 WiFi 接下来我将公布 尹浩宇和高清晨 尹浩宇 恭喜你第七名 成功升入第三载段 恭喜你 请前往属于你的位置 恭喜 请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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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得赶紧你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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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位置 恭喜 帅哥 快乐 好 下面我将公布 张张 李洛尔 上元一祥 荣耀 邵明明 薛巴奕的成绩 有两个人 成功进入了下一个赛段 恭喜 荣耀 第31名 恭喜 请前往属于你的位置 来一下 最后一个声段名额 第29名 他是 薛巴奕 恭喜 加油 恭喜你成功升入第三赛段 请前往属于你的位置 好的 加油 不要上心 难过 上元一祥 李洛尔 张张 邵明明 很遗憾 这一次你们止步于第二赛段 请回到原来的位置 谢谢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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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